大家好,我是白氏木马人唐大叔 现在唐大叔呢,猥琐的躲在一个阴影下面 因为唐大叔穿黑衣服今天是太热了 扯到哪去了?好了好了 今天呢,唐大叔带来一期非常令人兴奋的 全新2017系列了,开始吉普的视频 第一个开张的呢,当然木马人咱没有 前两天我刚刚做了一个这个八卦的视频 大家可以去看看吉普木马人的一些传言什么 唐大叔也是跟着八卦来一下 但是呢,这个另外一个车出了 唐大叔要卖关子吗?不卖关子吗?不要卖关子了 这个大卦能机,而且呢,这个logo不一样,全新的 对了,2017呢,全新的大卦呢,logo有变化 还有一些其他的变化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讲讲 介绍一下这个2017年全新的大卦能机 今天呢,唐大叔手上的这一台是LIMITED 首先呢,从外观上最最一下子就被发现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Grand Cherokee的重新设计这个新的logo 当然好坏见仁见智啊,但是有点不同的地方就是 你看它有这种有点立体突出来的感觉 然后呢,整个黑色的里面,外面是银色的 Chrome的这种更凸显一些立体感 见仁见智啊,唐大叔学习你的话觉得 让大卦能机更粗犷了一点,更有极朴的份儿 但有人可能觉得这个设计是不是复杂一点 不够不够这种简单纯粹,那就不知道了 见仁见智啊,设计的东西本来是这样 那LIMITED呢,一上手 其实为什么说他唐大叔认为是一个很适中的 这个一个分界点 首先呢,哎呦,蹲了太久了,好喘 哦,当然咱们继续讲讲这个吧,再讲那个 第二点,大家最容易看出来就是前脸的设计 前脸设计呢,其实这个7-Grill这个前面七个孔 对吧,代表几乎我随便喜欢的七大舟 这个比原来的分开的稍稍远一点吧 然后呢,跟刚刚那个logo一样 感觉是这个刚刚是银色包着黑色 这个是黑色包着银色 更加粗犷一点 让大气热机呢,更有那么一点点 霸气一点点 当然呢,所有的车到了这个车行的一般都不会是一个 就是什么配置都没有的 所以这台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我跟大家先说一说 标准的这一个呢 其实Limited已经有皮椅 倒后雷达,倒后滴滴滴的影像 倒后雷达滴滴都是一个啊,雷达 然后倒后影像都有了 然后有天窗 天窗呢,不是那种超大天窗 就是那种panoramics,超大天窗,是正常的天窗 但都有了 但是呢,如果让它稍稍在那个一点呢 就是我面前这辆车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升级 又不会说太过夸张 一个是轮子 从18寸的标准呢,变成20寸的轮子 另外一个呢,里面那个Uconnect 就是触屏的那一个Infotainment System Information和Entertainment 这个Infotainment System呢 它升级了8.4寸的触屏 也就是目前来讲 这个应该说同级里面 或者说就是克莱斯勒吧 产品里面 也是在市场上算是最好的一个系统 大家都觉得用起来很顺手 这么一个系统 我觉得这两个升级之后呢 虽然它是个Limited 在整个级别里面算是第二吧 对吧 从从第一第二这么来 不是正数第一啊 倒数的 但是呢,已经足够了 还有就是啊,这台车的这个引擎吧 对吧 既然Limited这样的话 你到底搭配哪个引擎好 我个人认为如果是Limited 大家觉得是这个 不管是家庭觉得够用了 还是说V6引擎够用了 还是怎么样 那这台车 因为价位和各方面的综合元素 我觉得V6是一个很适合的引擎 它本身已经有295匹马力了 那也够了 再来一个新的变化呢 这个车已经搭载了8速的变速 对吧 当然也不叫完全新的变化 这个已经用了几代之后 小系动机啊 或者去年的款啊都试过了 现在呢相当成熟了 所以V6搭配这个8速变速 这样一台车 正常家庭完全够了 那也就是说到另外一个话题了 如果觉得动力不足 或者我想开起来像卡焰X5那种感觉 你就可以升级这个V8的Hemi引擎 如果呢 觉得我这个车要舒适的全家旅行 不断出去玩 还要拖东西 那还有V6的柴油引擎选项 那另外一个标配的东西呢 现在一些对吧 毕竟是高级的SUV 这种key light center 我现在可以关上呢 按这个是关 是因为钥匙就在我身边 大家可以看看一个钥匙 后面呢是吉普的样子 前面呢是这样子 这台车呢已经有这个远程启动 按两下就启动 这个后面的这个Tillgate 对吧 后车尾箱这个东西是自动的 可以打开的电动的 那这个钥匙里可以用一下 这个大家示范一下 按两下 在车子锁动的情况下呢 它会自己发动 那这样夏天的时候 帮你把空调打开 冬天的时候呢 帮你把这个暖气打开 如果你自己忘记的时候 五分钟以后 它会自己关掉 而且如果油量低呢 油量量了以后呢 它会就是会也会关掉 那如果你不想用呢 你就按一下 就会把它可以手动关掉 当然在钥匙 只要是离得够近的时候呢 在身边的时候 放在口袋里或者包包里面 当然这些东西 都已经在豪华SUV上面 比较标准了 直接按一下就打开了 打开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对吧 这种奢华的SUV 我说过银色是另外一个 就是木头 银和木头 这台白色呢 里面配深色的内饰呢 这种深色木头还是很帅的 还有这种 是一个很特别的 这个金银色 对吧 那种暗金色 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整体还是很高大上的 木头摸起来很舒服 然后呢 这里 靠手的地方呢 都是软软的这种皮质的 也很舒服 再来呢 这台车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记忆椅的 对吧 前后的椅子都是电动的 那驾驶椅呢 可以记忆两个 当你需要记忆的时候 调好位置呢 按一下S 按1或者2 假如按了之后呢 这里会提示 第一个profile 对吧 就帮你 这个记住了 那一上来呢 看着方向盘 大家标志性的吉普 看着就很爽 对吧 看到吉普的logo 就很高兴 然后呢 大家说很喜欢这样 嗯 就是 对吧 所有的车里面 这个克莱斯勒的产品里面 我觉得这样 现在都开始用这样子的设计 上下左右 在原来 如果现在皮卡 大家知道 有些方向还不是这样 所以用起来上下左右 OK在中间 是非常intuitive 也就是非常 这个很自然的用起来 右边也是 对吧 这个控制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还是很有感觉的 那再来呢 当然 你任何吉普上 都要找这个 Since 1941 75周年了 现在已经 所以呢 这种吉普的感觉就来了 另外这种 大切诺机的方向盘 摸起来 还是后 这个 呃 比较 适中的一个 不会像有些车太细 或者像有一些 这种像跑车一样 太过粗 太过奇形怪状 那整个大小呢 这个方向盘大小 还是 呃 不错 对吧 不会偏小 也不会偏大 所以它这个比例 对吧 所谓黄金比例 不知道怎么设计出来 但是感觉还是很好 那像这个车的话呢 呃 搭配了这种 后面的 shift pedal 呃 有时候可以玩一玩 赛车的感觉 可以用这个东西 一会儿呢 当大叔 可以再细讲一下 继续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换挡的 经过了15年吧 算一个这个 克莱斯沃换挡门之后呢 所有的1617呢 都换回了这种 原来的 也就是这种换挡 最早就不是推一下 换一挡 推一下换一挡 这样子 前后推 然后再回到中间 而是说 一挡就是到一挡了 这样子不会说 像之前大家投诉的 呃 上上上上到 想要批 结果上到 二就就以为 呃 是批了 结果就放手之后呢 车往后退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和这个 一些问题 所以呢 现在都会用回这个了 大家呢 现在就 都蛮喜欢的 用起来很轻 这个用起来 是轻轻的那种感觉 呃 这种轻快吧 用轻快来形容吧 那另外呢 这台车是四驱的 吉普出名的 就是四驱 对吧 啊 除了舒适性很好之外呢 这台车呢 可以四驱 而且是比较专业的 真正的四驱 对吧 它有这个四驱的low 也就是低速四驱 啊 这个下扇控制 如果在斜坡下的时候呢 啊 大家要要控制很多东西 要操作很多东西 这样把这个打开呢 可以把车子定在一个 平缓下降的速度 你就不用一直去踩刹车了 可以更专注去开其他东西 啊 你需要加速的时候 会临时加速 啊 这个空挡的时候呢 当然这台车就可以去拖它了 那大家看到这个 任何时候看到rock的 你就知道 这台车搭载的是这个 啊 quad track 2 也就是比较 啊 好一 更好的这一个 这个自动四驱的一个智能的 啊 四驱 平时放在自动就可以了 当然你知道是下雪了 你就用雪地 知道在泥地越野 你就用这个 知道在爬石的用这个 知道在沙地用这个 它会更智能 去帮你控制 说心里话 啊 比较起一个这个 没什么太多经验 或者甚至中等水平的 这么一个四驱的 这个人来开的话 这个电脑 比他们的效果还要好 所以呢 搭起来的机 对吧 四驱 现在呢 我们来到后排 后排呢 你看现在呢 前面的座椅不是很靠后啊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就算 对吧 驾驶位的比较靠后 还是非常大空间 所以这台车呢 是五座的 当然 很舒适的坐五个人 完全没有问题 那在后面呢 因为现在的车啊 都会需要一些 现在手机不离手啊 iPad这些东西 所以在大静音机后面呢 USB有两个标准的 然后呢 后面的椅子也可以加热的 然后呢 下面还有一个这个 如果有电脑在后面可以用 也非常的方便 一百一十五福的这个 好了 叔叔说了 这个后尾箱呢 是电动的 那钥匙上也可以控制 或者是 按一下后面那个钮 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之后呢 大家一眼看过去 后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目测的话 放三四个大箱子 不成问题 出去旅行也好 平时放什么东西 SUV的这个功能性就显示出来了 另外呢 旁边的话 这一个灯 平时都在这里充电 需要使用的时候打开 然后 按这里 然后在灯的旁边呢 有这么一个小东西 可以放杂物 对吧 有些尖的东西 或者怎么样都可以放在这里 那对应的另外一边呢 还有一个 那这个是个可以拿开的 移动的 那后面还有一些隐藏的储物空间 大叔最喜欢的 那像轮胎旁边这里 特别是 这里有一个 这样一个不规则形状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储物的东西 另外一边也有 而且这一个呢 是可以拿起来的 所以呢 大叔的建议是在这里偷藏一点冰啊 放点啤酒 对吧 关起来没人知道 那上面呢 这台车是有一定的保护 所以放东西滑上去 第一容易上架 对吧 第二不会把车子挂坏 同时呢 更多的空间呢 这样可以分成两层 对吧 大家都知道怎么用了 买一些菜啊 或者一些东西 怕碰的可以放上面 其他放下面 这样呢 会让整个空间 当然不是每天都放大箱子的嘛 对吧 所以这样来使用呢 空间上会更合理一点 关的时候只要按一下就可以了 按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唐大叔呢 仍故意在下面 结果他碰了我一下 轻轻碰了一下之后呢 自己又起来了 所以这样也是个安全设计 他会对吧 正常使用呢 按完之后他会响三声 你自己赶快往后退两步 就下来了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这个空间呢 这个第二排的椅子呢 是四六分的这样子一个椅子 所以呢 可以把它呢 放倒 这样呢 可以有更多的储物空间 现在唐大叔下面有东西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和后卫箱呢 是完全平行的 两个椅子都可以放 那这个空间呢 大概 一米六七这样是没问题的 放个一米六七左右的东西 如果呢 家里有小朋友比较关心呢 那这里对吧 婴儿座椅 两个 所以都可以放 然后呢 另外一个座椅第三个 所以理论上呢 是可以三个小朋友 家里有三个小朋友的车 五口之家是可以开这一台车的 像唐大叔重新回到车前面驾驶位呢 大家把放映动机打开 一个呢 大气能机的标志 映入眼帘了 非常简单 中间看速度 非常地一心二手 这都是电子的 是一个五寸的显示 那接下来的话呢 大家 这个UKANET 被所有人津津乐道的一个 克莱斯拉UKANET系统 大家唐大叔刚刚说了 这是升级了8.4寸 原装是5.4寸的 小的出品 那8.4寸在整个级别里面 应该算是最大的 然后呢 UKANET本来整个系统 在使用上 大家反馈回来 觉得是最自然的用起来 因为有点像智能手机一样 对吧 举例来说 像这个 假如说我经常使用的一些功能 我要加热的这个方向盘 我就像 这样 手机一样可以拖的 因为很方便 对吧 那接下来呢 下面我们看看 这一块东西 在这边里面呢 这台车搭了另外一个节能的东西 就是在欧洲也用了很多 引擎会自动关掉的 那 当然这个技术层面东西怎么设计 咱们就比如说 但是在那个红绿灯等的时候呢 它会自己把引擎关掉 你脚还踩着刹车 然后脚一放开刹车准备走的时候呢 它又把它打开 当然如果不想用的时候呢 按一下它就把它关掉了 那这个也是到货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刚刚已经说过了 有到货的标配里面 有到货的影像和这个BBB的雷达 如果你在自己家停车知道大小的位置的时候呢 有时候不想那么吵 或者吵到别人 吵到自己就可以把它关掉 剩下呢 这个车呢 其实虽然是V6的引擎 包括V8的 它有三种模式的 现在呢 省恶模式也是在用来开启 就是默认的模式 那你打开呢 按掉它呢 那就变成正常模式了 既不省油也不费油 或者说马力就是 这个动力会比较平均一点 当然如果你开运动模式 就会有这么个提示给你 运动模式呢 你会发现整个感觉就不一样 除了三种的驾驶模式呢 让引擎的动力不一样之外 另外还有一些另外的搭配 你想在这里呢 在转向的这里呢 就有三种模式 所谓高级的SUV也好 高级车辆一般都有这种 所谓物理的辅助转向 所以方向盘都不重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这种越野的时候 希望方向盘软一点 不会太正 这个运动模式 我说希望它比较 比较那个一点 不要太过敏感 对吧 所以正常的平时的时候呢 那就是适中一点 所以它也搭配了这样 当然任何模式下面 你可以自己选 想怎么用 当然在这里可以设定 所以搭配这个几种驾驶模式呢 你会有更多的驾驶乐趣 同时呢 手动模式也有两种 刚刚除了刚刚方向盘载 大家讲的那个 大叔讲的那个 是Pedal 可以按得像赛车F1一样 也可以这种手动模式 在低档的时候呢 滑过来 也是另外一种驾驶模式 对吧 好的 现在呢 我们坐在车里面去开一小圈 我记得 第一个做的大切的视频 就是一个3.6的 一五款的 一个试驾视频 结果呢 这个视频是 唐大叔频道里面 点击量最高的之一 也是差评最多的那一个 不知道是大家觉得 我讲的不靠谱 还是说 觉得这个3.6的 大切不靠谱 所以呢 今天咱们试试 全新2017款的 这个 V6的3.6 但是搭配了新的 八速变速的这一款 新车 大切 来试试看 这一款大切 其实有三个驾驶模式吧 简单来说 第一个其实就是正常模式 既不节能 也不是运动模式 那也就是现在驾驶的 同时搭配了 其实也是三个 这个 suspension的这种 这种感觉吧 或者驾驶的感觉 它可以调成舒适模式 正常模式 还有这种 赛道模式 所以呢 在这样组合之下 33乘9 我当然数学不好 可能更多种组合 你是有很多 不同的驾驶感觉 一般来讲呢 默认的就是一个节能模式 因为在城市驾驶 对吧 也有限速 有一些东西 你并不需要太多的那些动力 或者怎么样 也用不到 现在是这个模式 咱们试试看 加速 刚刚呢 我真不好说是 哦 刚刚已经换到五速了 但是我呢 刻意去感觉这个换挡 没有感觉出来 所以已经换到五挡了 刚刚 一共是八挡 还是正常模式 现在 现在正常模式呢 我用这个方向盘上的 这个 Pedal 就是可以加速减速 这个东西 挺好玩的 挺平顺的 那这就是一个节能模式 普通模式的 那接下来咱们试试运动模式 旋转运动模式 打开了 界面变了 可以感觉得出来 这个 转缩力量 是有一些变化的 那我再试一下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到 引擎声音 会稍稍有那么一点 但是呢 大切因为隔音太好了 听的声音是不是很明显 但是有一点运动的感觉 所以呢 这个V6 我感觉 足够动力了 其实 一般的使用 可能大家现在 大家也知道 对吧 minivan做七个人 像丰田的是3.5 3.5的引擎 克莱斯勒是3.6的引擎 和这个一样 所以V6 3.56这种 对一般来讲 其实已经足够了 那 刚刚也试了 不同的模式的不同感觉 对吧 一个正常模式和那个 现在我已经把节能模式打开 节能模式打开 我会明显的感觉到踩下去 油门好像反应这个速度会稍稍慢那么 零点几秒吧 然后动力才出来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 如果是有一些这个驾驶呃驾驶员吧 或者叫司机 有一些司机呢 它开车的时候 它踩油是很平缓的 有些人呢 一脚踩到底的 所以很平缓的这种踩法呢 其实第一是更省油 第二的话 在这个节能模式 Eco Mode这个下面呢 你会觉得车更加的平缓 对吧 本身就是个很舒适的SUV 然后加上这种平缓的感觉 是一种很适合我觉得居家的 甚至是女性驾驶者这种 车上有孩子啊 老人要平缓一点这种 那一般模式呢 就是正常的动力了 当然对吧 然后踩的狠一点 这个超个车啊 高速加个速啊 都比较好 运动模式呢 偶尔就是这种 找一样不扬的感觉 虽然找不到V8的 像这种卡燕 或者这个大气SRT那种感觉 但至少呢 可以有一点感觉 也可以小体验一下 这个PandaStand V6引擎的 一个小魅力 就好像有时候 唐大叔自己开这个 其实不抹人一样 踩油横一点 同样的引擎 也踩出一点这种感觉 当然讲到这个呢 顺便一提 这台车呢 是这个290匹马力 295匹马力的 那比这个木马人 多了10匹马力 同样的V6 当然它调试上的一些东西了 那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我感觉挺好玩的 就是说这三种模式 刚刚又有三种这种 Suspension 因为这个转向的时候 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更像赛车一样 这个方向盘感觉 硬硬的 很实在 或者说 这个软软的 像很多老的SUV一样 像以前的Drango那种软绵绵的 那或者是赛 对吧 或者是正常模式 不软不硬的这种 刚好是一个适中的 总能找出一些组合来 三种驾驶模式 三种的这个底盘 软硬度吧 或者叫这种驾驶模式 所以可以可以 一台车有很多种体验 那开下来我觉得 当然就是说 它只是一个V6的引擎 不可能像V8引擎 或其他的那种 开起来那么的猛 但是呢 在一般家庭用 做了人放点东西 然后因为这个四驱模式 对吧 可以在温哥华去一些 东部啊 东上啊 或者说去威斯勒这边 威斯勒那边冬天的时候 就不会担心动力不足的 这个问题 V6应该是完全够用了 除非你放了人 放了东西 还要再小拖点什么 那就感觉上 应该V6稍稍有点拙紧吃力了 那但是当然 我觉得很好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大窃 它我觉得定位蛮好的 三种定位里面 你肯定能找到 我讲的三种 就三种引擎里面 V6柴油 V6汽油 还有V8汽油 肯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你也应该会很清楚 自己是怎么来用这个车的 使用用途 所以 对吧 这上面并不难选择 选好了之后呢 像这款Limited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 非常适中的 本身就有皮椅啊 天窗啊 所有的配置啊 到后雷达啊 影像啊 什么都有了 又是一个大倾诺机 又是四驱的 一般来讲 我觉得完全可以足够了 当然如果你第二次买这个车 或者原来开一些其他的 像一些 Performers 运动型的车啊 或者鞋下车 你需要更多动力 或者呢 你是常 经常去旅行的这种 那你需要更好的油耗 或者脱力 那可能V8 V6 又给你另外的选择 所以呢 Limited 我觉得这是一个中间点 Laredo 其实说老实话 我真的不是太推荐 就是那个标配两驱的 然后就是下一个级别的吧 比这个低一级别的这个大倾 转了一小圈回来给大家 对吧 简单的分享一下体验 希望说得清楚吧 大概那一个感觉 大家可以想象V6的引擎 这样295匹的马力 然后配合8速的变速 还有运动模式和节能模式的选择 或者就是正常的模式 好的 今天呢 希望通过这个简短的视频呢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2017款最新的大倩诺机 刚刚落地 对吧 没几天 唐大叔呢 终于抽出空 今天天气也不错 给大家讲讲这台车 也非常的兴奋 当然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给大叔点赞 如果还没有订阅呢 记得订阅哦 如果真的觉得有些讲的不好的 不对的 或者不喜欢的 也可以跟大叔留言哦 最好就不要 不要这样子了啊 好的好的 当然 如果大家喜欢大借 喜欢吉普 如果想买车试驾这些呢 这有我的微信联络方式 大家跟我联系就是了 这些大家都知道 广告的东西就不多说了 希望大家呢 看得很愉快 大叔做的这一期呢 也很开心 所以呢 我们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观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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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